一天女子撐著傘在路邊 停等公車下一秒遭一名白衣男 從後方突襲 直接男子鎖定他脖子上的銀飾 用力一抓項鍊裡可斷裂 連跟琴槍沒得手嫌犯 當場開流 犯後還打搖大白走在斑馬線上 到對面街道打掃晃逃逸 卻在犯下斷斷步道三秒鐘的搶案 還裝著若無其事離開 不只犯後態度囂張 強姊心境更是誇張 當時嫌犯跟朋友喝酒喝到一半 說要到附近的ATM買領 前卻突然返下槍案 而當行強的地點也非常的囂張 居然是在這個 社子派出所的這對面 根本沒有辦法防備 那從後面來 那也太恐怖 還是覺得滿可怕的 警察局就在對面還會這樣 事發就在21號晚間6點多 可行嫌犯突然心聲歹念 在台北士林分居 社子派出所對面 隨機向陌生女子下手 被害人當下陰趕車 到隔天才向派出所報案 警方透過監視器發現嫌犯犯案後 還一路逃亡三隻 最後回到巴黎住處 警方也在23號下午鎖定他的行蹤後 在新北板橋將嫌犯逮捕案 也發現他早就有多項毒品及竊道前科 經擴大雕外先事器後 迅速鎖定科興犯險 並於新北市板橋區萬板路 一處停車場內查去刀案 根據瞭解嫌犯落後 還想狡辯更拿酒醉當藉口 說自己全忘了 但所有惡行惡狀已經全被錄下 就像他想爛也賴不掉 進行我們黃雨天綠藝林採訪報導